剩下不到两个月了 其实有不少造势活动的场合 你就看到了候选人 尤其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 可能都会提供这种热食 好 这种热食到底算不算会选呢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争议 今天法务部做了一个这样的分类 不知道这样的分类你懂不懂 他说在竞选场合里面 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 而且参选人是可以提供的 像米制品里面有米粉 炒饭是可以的 面制品里面像包子馒头 这些是可以的 但汤品只有两款 供碗汤跟鱼碗汤是可以的 其他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面的 都不可以提供 都会构成会选 那么很多台湾美食都没有被点名 像是肉根肉圆 难道就不行吗 什么可以什么不行 蓝绿立伟今天看了这份名单 人心惶惶 倒是场合喊完冻蒜 肚子饿了来一盘香喷喷的炒米粉 再喝一碗热乎乎的汤 候选人体贴选民的胃 但要是选错食物 当心非上会选罪名 法务部只立举了贡丸汤和炒米粉 立委们担心触法 其他没点到名的热食 像是鱼丸汤炒面包子肉粽 根本不敢提供 候选人们很困扰 法务部干脆把菜单一次开出来 以米制品和面制品两大分类为主 米粉炒饭米糕 碗粿肉粽炒面糕点包子 馒头小米粥都在安全名单内 但汤品只限贡丸汤和鱼丸汤 其他不在菜单内的食品到底能不能提供 候选人们还是母沙沙 虽然强调标准以简单评价为主 高检署开出的菜单 本来想让候选人有法可循 但食物种类实在太多 标准却难以量化 反而造成候选人们的困扰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